眺望遠方卻看到霧茫茫影片 受到中國大陸境外污染影響 雖然全台這幾天天氣穩定 但是15號開始監測到空品不佳 更有15個監測站亮起橘燈 北部這裡我們預計會到 這個紅色警示的等級 所以這個是對所有人的健康都有影響 目前看起來東北巨峰會持續到18號 到18號之前這幾天 大概都有境外的污染物的影響 環境部預估境外污染要等到19號之後 才有好轉 提醒民眾減少外出活動 出門佩戴口罩加以防範 未來天氣如何氣象署預估 台灣還是受到東北季風影響 看到在大陸這邊的高壓 其實逐漸的就是朝著東跟東南邊 這樣子移動 那對台灣的附近 其實今明兩天跟接下來的期間 就是受到比較推擠而來的 東北季風影響 帶來北面的空氣 主體的降雨都是以東半部地區 北部地區比較零星一點 中部的天山區 南部平地 偶爾就會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最近秋夷漸濃 各地早晚天氣較涼 提醒民眾出門多戴件外套保暖 避免感冒著涼 大愛新聞中茂如檢元集 台北報導